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3月29号 今天的我们的话题呢 我是想来说一个这样的话题 就是说马云和类似于马云这样的企业家 如果有担当的话 中国的制度已经改变了 为什么这么说 马云大家都知道是中国首屈一指的企业家 阿里巴巴的掌门人 多少人都羡慕马云他自己励志的他个人奋斗的历史 因为马云是中国的当之无愧的首富嘛 所以说很多人都是以马云为榜样的 那么现在互联网上的传出了好多文章 大家看到最近呢 在互联网上面出现了有两个比较引人注目的事件 第一个就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有一位海外的人员 他写了一封呢要求中共召开一个紧急的副国级以上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 由王岐山汪洋和李克强三人共同主持 罢免习近平 罢免习近平他现在继续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职务的这么一封信 这封信呢实际上是海外一个普通人员所写 那么但是呢经过一个红二代叫陈平的转发以后呢 在互联网上呢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么对这封信呢 我曾经呢有过一个点评后来呢 我了解到这封信呢 不过是海外众多的希望对中共建言建议的若干性里面其中的一封 所以呢 我认为呢我们的关注呢可能过度了 为什么 因为这封信呢 它仅仅是海外料若形成的所有的建言建议信里面其中一封 但是呢经过了红二代陈平一转以后呢 显然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那么后来呢陈平呢 他本人呢也出来做过一个视频 有很多人希望我继续点评 我已经说过不要过度关注 已经没有什么点评的意义 因为陈平他整个他的视频讲话里面 我可以讲我是完全不认同 陈平是个红二代的始终是改变不了 他那颗爱党爱国的那颗红二代的心 他整个通篇的讲话里面 第一他是强调他要言论自由 他希望有言论自由 既然有言论自由你干嘛要否定所有的海外自媒体呢 难道言论自由只有中共官办的媒体和中共认可的这些媒体 他们传播出来的那才叫自由嘛 所以说他就是言不由衷嘛 一边高喊着言论自由一边告诉大家海外自媒体都是垃圾媒体都是混钱的媒体都是造谣的媒体 这是他的结论嘛你去听听他的讲话 第二个他反复强调这封信不是他写的他只是转发 他没有任何政变的想法他敢有政变的想法嘛 轮到他陈平来政变嘛 再说中共高层如果真有政变还会通知他陈平 还会让他陈平去转发一封信作为政变的一个前沿 作为政变先打响的一个序幕啊有这个可能吗 所以说对陈平这封信我已经跟大家说过我不再过度的解读 那么在陈平这封信之后呢又传出了一封什么企业家建言建议 这份企业家的信呢以马云柳传志挂帅 说是他们这封信通过李克强转交习近平 目的就是什么要释放任志强要给中国人民有言论自由 同时要讨论党的现在所执行的各种路线是否符合邓小平 所制定的改革开放的路线 这是网上热炒的这封信 我在前几期节目里面说过呢 我不大想点评因为老是有听众希望 我来谈一谈这封信 我就告诉大家这封信的内容我显然不用谈 因为这封信的内容是积极向上的 我肯定的只是这封信通过李克强去转交 我完全是不相信 因为它不符合逻辑 不符合共产党的历史 对中共当时稍微了解一点的人都知道 这种操作就完全是在开玩笑 李克强无论如何不敢接这封信 更没有这个胆量去转这封信 有人做这样的设计 只能说这个人对共产党的残酷斗争历史一窍不通 所以说这封完全不符合逻辑的信 我去谈那干嘛 但是很多人都强调马云挂帅啊 马云他们这些企业家现在有担当 你觉得马云会有担当吗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话题就是 马云如果有担当 中国的制度已经改变了 我为什么这么就说呢 因为很多人都看到企业家从政呢 是完全的在很多国家里面已经变为了现实 川普是最典型的例子嘛 川普是一个常年从事他自己企业管理的这么一个企业家 这么一个资本大亨 他完全就是一个资本家 是一个从商做生意多年的在美国成功的精英人士 那么川普对政治几乎可以讲是完全没有涉猎 在他整个一生过程中他从政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当总统 在当总统之间他没做过任何跟政务有关的事情 所以说川普出来竞选时候是没人看得好他的 都认为你川普是不可能能够演绎成功的 那最终川普就是凭他过人的才智 凭着美国优秀的民主制度设计 川普他最终就是伤而优则是 川普就当上了美国总统 所以说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 让很多企业家就大受鼓舞啊 郭台铭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啊 在去年台湾准备今年年初大选的大选的这个备战的时候 郭台铭就主动加入国民党竞选的队伍 成为国民党里面退选的候选人之一嘛 只是他在跟韩国瑜竞争的过程中 很快他就输给了韩国瑜 因此他就接力有勇退 他退出了竞选台湾总统的这个序列 但是郭台铭能够愿意参选 毫无疑问是受到川普的鼓舞的 是看到川普这个成功的榜样 所以说郭台铭他愿意试一试 能不能通过他自己优秀的商业管理 他作为一个商业的经营人才 最终能问顶台湾的总统宝座 当然他是败选下来 但是一次败选不代表终身败选 郭台铭他今后他再参选的机会 仍然是存在的 那么按照这样来推的话 那么马云是不是也可以 凭借着他过人的能力 凭着他在商业这么多年 马云经营成功的这种案例 凭着他自己过人超人的智慧 他也来问顶中国国家领导人 成为中国一个时代的 这个国家领导人呢 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完全没有可能 因为什么中国没有这个制度设计 中国根本就没有你企业家 你可以通过竞选 进入中国最高领导层的行列 企业家要从政 只能给共产党勾兑 被共产党赏识以后 共产党把你发展成红色资本家 马云早就是党员 是党员不代表就是 党完全对你信任啊 你只是党的一分子按照党的要求去做事啊 但是党如果把你培养成红色资本家 给你最高的荣誉也不过是到人民大会团 去当个政协常委 当个人大委员 最多最多到人大常委会里面 弄一个闲职弄个序职 这已经是对你这个红色资本家最高的奖赏了 你想进入中国国家的体制 进入国家行政部门 比方说到国务院去当个总理副总理 到国家中央政治局里面当个政治局委员 当个政治局常委政治成为中共党的最高领导人 通过你马云这个资本家 仅仅是一个党员就把你培养到这个程度 你觉得在中国有可能吗 在共产党专制制度下 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情况下 有可能会成为这条路吗 没有这条路啊 那么没有这条路的话 那么马云他如果有庞大的抱负 他就希望来改变这个国家 改变这个制度 作为一个企业家 他有没有可能呢 当然有可能 那也就是改变中国的制度嘛 中国的制度改变了 他一旦有选举制度以后 马云就可以以企业家的身份 他就可以自由竞选了嘛 如果他的能力很强 他的智慧过人 而且他得到广大选民的一致拥护 他问鼎中国最高领导人 成为中国新时代的国家领导人 是完全可能的嘛 也就是说这条路不是走不通 而是属于现在这个制度没有更变 如果这个制度变成是民主制度 是民选制度 马云他想竞选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这个制度怎么产生呢 靠马云他现在去写一个呼吁信 是不是就改变了中共一党专制的制度 是不是就可以演变成中国一个民主的民选制度呢 马云有这样的担当吗 马云会写这样的信吗 你纵观马云他自己这么多年 他的成功历史 你就可以看到 马云完全是跟着共产党沆瀣一气 跟着共产党党国权贵勾结 然后踩着六四先列的鲜血 他不惜发表六四邓小平镇压的是怎么成功 邓小平镇压的是怎么对 没有邓小平的镇压 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改革改革 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经济发展 就不可能有他马云的阿里巴巴 所以说就从马云他对六四的这个结论 你就知道马云是一个踩着六四民主烈士鲜血的 然后成功的这个企业家 他赚的每一块钱里面都有劳动人民带血的GDP 所以说马云他的成功 他是跟权贵的结合 是党国权贵跟他的勾结 是共产党这个体制要造就一批 像马云这样的企业家 在跟党国勾结以后跟党国坐地分赞 在这个分赞的过程中 各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共产党的党国权贵用权 马云用他投机赚赢的财能 然后他们双方结合以后 最终塑造了一个阿里巴巴 这个庞大的资本 而这个资本是马云和权贵们共享 绝不是马云一个人的 因此来讲 马云他有可能来转发这么一封信 希望共产党下台 希望共产党制度改变 希望共产党给人民言论自由 希望任志强能够从牢里面早一点出来吗 因为马云跟任志强有个人交情 如果说马云通过呼吁 或者马云通过别的手段 能让任志强早点获释获得自由 这个我是完全相信 但是马云公开给中共最高领导人发信 用逼宫的方式 用企业家给中共制造一个压力 要求中共你必须要释放任志强 必须给人民言论自由 必须改变你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制度 马云会和柳传志做这样的事吗 你去看看马云柳传志 马化腾 李彦宏 他们所做的所有事情 他们经营的每一分钱 他们哪一分钱没有代血 哪一分钱不是跟共产党 这个邪恶的制度勾结 哪一个人 他们不是在共产党的专制制度下 培养成他们今天的这个商业大痕 他们会毁掉他们自己的商业帝国 他们会去违背这个制度 然后他们会去让这个制度挑战 把这个制度推倒 让他们自己和共产党一刀被埋葬吗 马云他们会吗 从利益的角度 从党国的制度设计上来讲 马云柳传志显然不会 但是为什么这封信上面要扯到 是马云和柳传志等一批企业家 向中共最高层建言建议呢 而且是通过李克强去转达这封信呢 这主要是坊间特别喜欢 从任志强本人 他个人的私人关系 去演绎出任志强和马云啊 柳传志啊 包括潘石屹啊 和他们之间的各种私人关系 认为这些企业家在任志强现在落难的时候 他们无论如何都应该站出来拉兄弟一把啊 因为都是关系很好的企业家 都是很多在党国制度上 他们这些红二代啊 在共同分享共产主义这个大饼的时候 他们都是同一个战壕里面的战友啊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理所应当他们会站出来拉任志强一把 而且他们也应当是和任志强是有共同志向的 这种想法呢就过度呢去演绎了自己的想法 你知道马云和任志强是一个战壕里面的战友吗 你能认为潘石屹和任志强关系很好 那么也就是说当任志强落难的时候 潘石屹一定会去拉他一把嘛 坊间有很多人在传说 这封信就是潘石屹出卖任志强的 是不是潘石屹出卖的 我们不能下这个结论 我们也没有根据 但是有人是这么去传说的 说是任志强最初写这封信 他只是把它传在他们自己非常私密的一个12个人的小群里面 这12个人都是他们彼此的企业家 包括有柳禅志、马云、马化腾以及潘石屹 都是他们关系最好的这十几个企业家 那么他们这个群里面任志强是率先把这封信 发在这个企业家群里面 大家看一看大家了解一下现在呢人种的想法 但是呢这个里面其中有一个人就把这封信呢 传到了一个自己的朋友那里 也就是他委托这个朋友 或者是说他本来是信任这个朋友 但是他的朋友把这封信公开的发表到一个500人的大群里面去了 好了那么谁把这封信从这个小群里面传出来是关键 那么其次是有人把他捅到这个大群里面 一旦到了500个人大群里面那还有什么秘密好保呢 而且这个大群里面很多人看到这封信以后 就有认识任志强的人来就问任志强 这封信是不是你写的 任志强毫无疑问他这点担当是有的 就是明天他写的信他不可能赖了说这封信我没写过 所以任志强就承认了 那么这样任志强因为这封信现在就传说是北京市市纪委 把他扣在纪委的这个审查点 据说他的干的是要移交最终执行逮捕和法办的 那么这封信是不是潘石屹从小群里面把他传出来 那可能是有人上潘石屹的烂药 也有人确实是掌握了潘石屹传出来的这个途径 是不是潘石屹这时候害了任志强我们不好说 但是潘石屹和任志强的关系一向很好 而且潘石屹在任志强这件事情之后 潘石屹他自己现在所做的事人们就能判断出 潘石屹现在感觉到党国已经靠不住了 过去他所依赖的那座山现在也不过是一座冰山 所以潘石屹他现在正在紧急抛售他自己所有的资产 他已经不简简单单是把他过去他所掌控的这个资产 收获中国里面一部分上海北京的CPD的资产 把他出售掉 现在是准备抛售他整个他自己的公司 据说美国纽约前纽约市场布隆伯格 也就是2020年原来总统民主党总统的竞选人布隆伯格 他积极的帮潘石屹去促成这件事 也就是现在有美国的资本来收购潘石屹的资产 一共大致是700亿人民币 潘石屹通过这次收购按照国家的规定 他可以套现200亿人民币 也就是说潘石屹现在离美国只差一张飞机票的距离了 这时呢人家调查了潘石屹 他目前来讲他的资产动态和他自己变卖资产 准备全身而退逃往西方的对他目前的一个动态的观察 那么这个动态的观察和这个十二人小群里面把任志强的信把它转到大群里面是不是有必然联系 目前我们没有证据我们不去下彩测 但是毫无意外来讲潘石屹也好柳传志也好马云也好 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有这种担当就是立志改变中国制度的担当 他们不会愿意这个制度改变成一个民选的民主制度 他们不会愿意共产党这个制度崩溃 他们不会愿意共产党党国的这个一党专制的体制在中国就崩塌了 因为他们所有的资本他们所有的权势都是依赖于党国这个一党专制这个体制的 当皮质不成毛质厌负呢 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吸附在党国这个机体上面的一个吸血虫 你让党国不在了他们这个血还往哪吸呢 虽然他们已经吸饱了足够的血 但是党国是随时可以让他们放血的 可以讲党国是随时可以拿马云马化腾潘石屹王健林这一类人开刀的 把他们送进牢房 把他们这个福布斯富豪榜上的这些富豪们 统统把他按照杀猪榜上的名人全部宰杀一遍是完全可能的 我党的历史上无数的这些富豪们都给党送进了监狱很正常嘛 所以说呢这些富豪们都很清楚 他们是小心翼翼地跟着党 他们是不敢对党有任何制度上的批判的 但是呢他们在大庭广告面前为了得到他们自己的财富的增长 为了得到老百姓对他们一些口碑 他们会不疼不痒的呢 时不常的呢批评自主几句 这种批评是不疼不痒的 是不会对党国的体制有什么触动的 坊间之所以把这封信要把它按照马云和柳传志的头上 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党内外一直是有一种反共的情绪 这种反共天下苦共已久的情绪 他们就希望能够得到爆发 所以说海内外都时不时的会有人写出这种要求中共召开最高级领导会议 然后呢更换习近平的这个地位 把习近平他这个终身制在他结束吧 把习近平现在领导党国造成党国很多步履围艰的这个目前这个困局要把它破除 也就是把习近平更换掉再换一个明军来这个中国人呢千百年来呢 都有一个明军梦都有一个侠客梦 也就是认为君王一定是伟大的君王一定是了不起的 如果现在这个君王你看不上的话 就最好是改朝换代把他换掉再来一个君王 但是他们换来的君王总是一个专制替代另一个专制 你想没想过把习近平换掉 只要是共产党存在来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执行的这个路线 难道不是习近平他现在所沿用的共产党这个一党专制的 这个残酷的镇压人民的路线吗 我早就说过毛泽东很邪恶毛泽东非常坏 毛泽东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毛泽东死了以后共产党没死中国没有改变啊 你盼着毛泽东死了以后毛泽东他作恶多端 毛泽东一死了是不是人民就得解放了呢 毛泽东死以后共产党继续作恶 共产党的恶一点都没有改变 相反毛泽东在他执政中国共产党政权中 毛泽东制定的所有毁灭中国人文化 打断中国人脊梁的所有对中国人民压迫的那些事 在毛泽东死了以后只会变本加厉一点都没有改变 所以邓小平来执政以后邓小平他根本就没有去抛弃 毛泽东这个残酷的专制压迫人民的路线 他只是换了一个手法 因为毛泽东几十年统治下来人民搞得太穷了 包括中共的这些高官们他们的儿女们都太穷了 所以邓小平他搞了一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他们的儿女先富起来 轮到你富起来嘛 他们的儿女是党国权贵 他们是红二代官二代 他们可以利用党国的这个权势 然后把国家资产重宝四囊 然后让一部分人富起来 首先是邓小平的儿女和共产党这些高官后代们先富起来了 所以说邓小平是换了一个方式老百姓你继续做韭菜你继续做奉献 然后党国的权贵们发达起来了以后 共产党丝毫没有改变他压迫人民镇压人民的那个手段啊 六四发生的时候中国广大的青年学生北京市民 只是希望共产党做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 那时候还没有叫你共产党下台啊 只是希望共产党消除腐败消除官岛 能够彻底的改变现在一党统治一党专制的这种蛮横的路线 让人民群中有参政议政的机会 同时改变共产党现在可能自身的这种腐败制度 消灭官岛领导人民可以讲轻装前进 这只是当时广大学生的一种善良的爱国愿望 但是邓小平不允许你谈什么民主 谈什么爱国愿望 你爱什么国啊 国伦都你去爱嘛 所以说邓小平用坦克车和机关枪 把北京天门广场学生和北京市民就屠杀了一遍 你说邓小平不邪恶吗 邓小平不无耻吗 邓小平不是恶毒到极点吗 那么邓小平死了 那时候大家盼着邓小平快点死啊 邓小平当时都已经八十多了 所以邓小平没有几年就死了 邓小平死了是不是共产党就改变了 没改变吗 邓小平死了换来了江泽民 江泽民来了不就把法庄公镇压了吗 他手软过吗 那人家说江泽民残破换来了胡锦涛 胡锦涛来了以后不是把人家西藏人又镇压了一遍吗 你觉得胡锦涛心思手软了吗 然后就是盼来了新的明军千年明军习近平 习近平到了以后习近平是变本加厉 习近平超过任何一代中国的前任他的领导人 他镇压的这个速度不仅仅是镇压什么法轮功 镇压什么西藏新疆 习近平连律师都抓了 在中国就不可以有维权律师了 习近平在他就任以来 所有的老百姓的言论自由已经打压到最低最低的空间 这也就是说共产党无论换哪个领导人 共产党只要在共产党只要他这个制度没有变 换哪个都没有用 因此现在发表的那些信 这些信都希望赶紧讨论 把习近平弄下台 共产党换一个领导人 然后这个就怎么样了 习近平下台以后来的任何人都比习近平还要坏 你换掉他是不是就解决了中国的根本问题 这是我经常和大家讨论的问题 可以讲共产党的高官也好 共产党的红二代也好 共产党现在散布在全球这些华人 他们跟党国利益生死攸关的人 他们对习近平不满 他们不是为人民争取什么民主制度 而是他们认为习近平 你可能把这个党就毁掉了 党毁掉这些党国红二代 像陈平这些党国红二代 他们的利益就没有了 他们恨习近平是习近平没有按照 他们所想的维护党的路线 维护共产党的体制 维护邓小平给他们开创的 所谓改革开放他们红二代发财的这条路线 而且习近平跟美国交恶 中美贸易战不是很典型吗 香港反送中不是很典型吗 那是因为习近平的无能 习近平的低能 习近平他自己认不清世界形势 到全世界到处乱送钱 以及习近平对抗美国 习近平压制香港 导致的共产党他现在积极可危 尤其是这个大的疫情开始以后 更多的红二代 更多的将保党的人士 他们认为这个党交在习近平手里面 很可能就垮掉了 所以他们急切地要换掉习近平 要挽救党换掉习近平没有错 我坚决支持换掉习近平 但是问题换掉习近平换来的那个人 是不是就可以推动中国民主的进步了 是不是就改变共产党制度的领导了 是不是就把中国现在的制度已经根本的跌幅 让共产党垮台 让人民成为一个一人一票民选的制度了 有没有 如果没有你换掉习近平 是不是你的终极目的 换掉习近平保证党的利益的这部分人 和习近平是一样的人 无非是他们嫌习近平无能 他们希望换掉一个能够维护党的体制 能够让共产党这个腐朽专制的制度 还能延续下去 他们要挽救于党 这些人跟习近平一样的恶毒 所以说我从不支持这些人 可以讲 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里面 几乎没有哪一个人愿意这个共产党垮台的 哪怕共产党里面所谓讲的开明领导人 因为很多人都说 共产党党内有良性人士党内有开明人士这些人要斗啊 可以讲要斗的心态 大家都有 大家都乐观其成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 来的新的领导人更换了习近平 并不代表中国现在就会产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变化 但是他们认为总要变 变总比不变好 这个我也支持 因为变肯定比不变好 每天都有共庆政变才好呢 只有在不断的发生各种共庆政变 你斗我斗你时候 共产党高层全部火拼一遍的时候 才可能会里面诞生一两个给我们找到希望的人物 这是大家的一个期待 但是它不是可能发生的肯定会走这一条路 因为共产党的高层人士里面 从内心里面他们都是要维护这个党的 他们是希望在这个党的这个基础上 他们对这个党做某些修正 这是共产党很多高官和共产党很多高官 他们的二代 他们的一个真实的想法 党内良性人士没有吗 有啊党内最大的良心人士 我们都见过赵紫阳胡耀邦 毫无疑问是党内很大的良心人士 也是赢得党内一片赞誉赢得人民非常爱戴的两个领袖人物啊 那赵紫阳他当时他完全有可能把共产党接触在他的手上啊 但是他不这样想啊 他没有想过要把共产党制度改变 他没有想过要接触共产党 他没有想过要去做戈尔巴乔夫做叶利钦 他没有想过要在他的手上终结共产党 然后给人民一个民主制度啊 赵紫阳是事后被软禁了多年以后 他才提出过中国应当有反对的 中国应当是两党交替 中国不应该是一个党长期执政 那是他在软禁十年以后才有种想法 在他自己执政的时候 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时候 他没有这种想法 如果赵紫阳那时候有这个想法 他有这个套略的话 那共产党在他手上改变的是唯一可能 在这个之前没有任何共产党领导人能这样做 在他之后也没有任何领导人会这样做 唯独他当时在他的那个历史地位中 如果赵紫阳他真的有这种历史担当 他真的想过要在他的手上结束共产党一党专制 是完全做得到的 因为当时赵紫阳可以讲天是地利人和权具备嘛 他是从国务院总理上升到总书记的共产党的领导人 在当时八十年代赵紫阳的口碑是非常好 党内外拥护他的人非常多 他身边集聚着一大批的知识分子 包括现在的王岐山呢 王岐山当时他们都是赵紫阳手下很亲密的幕僚 赵紫阳非常信任他们 他们也都是兢兢业业跟着赵紫阳在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那时候大家对共产党的认识都抱着非常好的期待 赵紫阳指示他总认为这个党需要修正需要改进 需要调整这个党的一些路线 需要把党身上所存在的各种弊端要把它去改进 他从来没想过要毁掉这个党 要终结这个党 要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制 要能够在中国开创一个民选的民主制度 他没这样想过 他如果真的这样想 我觉得赵紫阳只要韬光扬灰几年嘛 你比方说邓小平当时不同意学生上街 那赵紫阳就当时完全可以做到 让学生们让他们回到校园里面好好读书 也就是从中央这一方都完全可以控制得了局势 不是像别人讲的控制不了 赵紫阳完全控制得了 赵紫阳完全可以让学生们在纪念胡耀邦之后 就回到学校里面去 之所以学生们从学校里面再次返到广场上 那是因为李鹏他们搞了四二六十论 四二六十论给学生定了动漫的结论以后 所以学生们才再次返到街上 如果说没有四二六十论的出台 那么毫无疑问来讲 学生们已经回到学校里面 胡耀邦悼念仪式结束以后 学生们就安安稳稳到学校里面读书了 如果赵紫阳是一个有韬光扬灰的人 他知道那时候邓小平跟他已经政治分歧很大的情况下 他为了自己最终能够在他手上亲手葬送共产党 这时候他就应该韬光扬灰 他完全可以阻止四二六十论里登出 之所以有四二六十论就是因为赵紫阳他不同意 对学生做出这样的政治定论 那么因为赵紫阳不同意 李鹏就要趁着赵紫阳不在的时候 他就搞这个设论 他要邓小平同意就行了 如果赵紫阳当时是奉迎邓小平 他是哄的邓小平 他是把邓小平等待他死了以后 赵紫阳就可以大权独揽 就可以拥有所有权力之后 赵紫阳就完全可以 达到他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时候 那时候赵紫阳再发你的威风嘛 所以说赵紫阳完全可以奉迎邓小平先把这个石头压下来 而且邓小平的时候不断的表态 他要把自己的这个军委主席的职务也交给赵紫阳 可以讲赵紫阳他只要把军委主席的职务拿到手以后 党政军大权完全在手 有个一到两年巩固好自己所有队伍的时候 赵紫阳只要说一件事把邓不方抓了 邓不方当时是抗华集团的总经理董事长 邓不方是中国最大的官党 也就是说赵紫阳只要把邓不方一抓 不管你邓小平这时候是活着还是死了 这时候邓家是一句话都不敢讲的 因为抓你邓不方有一千个有一万个理由 这时候党内搞反腐 以邓不方开刀为主 这时候把邓不方一抓 邓小平百分之百是向赵紫阳求饶的 因为党政军大权都在人家赵紫阳手上了吧 邓小平现在只是一个大家比较尊敬的党内的老人啊 只是对你有几分尊重啊 但是你儿子现在犯了党籍国法啊 如果赵紫阳现在把邓不方一抓以后 你邓小平怎么样 看在你邓老的面子 我们可以不杀掉你邓不方 但是不可能不清算 而抓了邓不方以后 你觉得中共还有哪一个高僧家里面 他们的子弟还能够敢去猖狂的去挑战赵紫阳呢 那么在这种时候 赵紫阳他就完全叫余裕丰满 连邓小平他都已经废除了他的权力以后 赵紫阳那时候 他如果真的想改变共产党的制度 尤其是邓小平曾经这些老人死掉以后 赵紫阳在他自己他的这个幕僚集团里面 如果有这么先进的这个设计 那么共产党进行制度改变 或者说中国已经完全从党内改革推行到全民改革 最终中国进入一个选举制度 把中国共产党就改造成一个民选的党 完全是有可能的 如果赵紫阳是这样想的 但赵紫阳倒是没那样想 赵紫阳没有想过要废除共产党的领导 他们总认为党的领导是好的 现在出现问题是党里面个别领导人不好 是个别领导人把我们党的这个路线执行坏了 所以说他们从来就没有绕过这个共产党执政 共产党领导共产党一党独裁的这个根本的基础 从来没有绕过 也就是他们始终要维护党的领导 那么始终维护党的领导 那么现在这个党只可能在他们自己的积权道路上越走越远 因为共产党的领导就是邪恶的领导 共产党它所谓党的领导 它实际上就是它要专制统治人民 而专制统治人民人民就没有权利 人民没有权利就不可能能够选举自己的领导人 选举制度并不是最优秀的制度 不要认为选举制度一定会把天才选出来 选举制度只是保证那些不可以把人民的权力漠视的人 你到这个制度岗位上去 人民选了你是让你被人民监督的 所以选举制度最优秀的并不是选出最精英最顶尖的人才 而是让任何一个人才到了这个岗位上受人民监督 这是选举制度最大的最大的优越性 而专制制度下往往会诞生一些英雄人物 诞生一些巨大的英才 而这些英才他们没有把他们的能力用在怎么维护人民的利益上 而往往会用于维护自己个人权利 维护专制权利上 所以说中国才产生了像毛泽东邓小平 包括像习近平这样的人 虽然自己没有什么才能 但是利用党国的这个机制 最终完善了他们的个人的专制路线 党的专制路线 而人民永远是被他们收割的韭菜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制度的这个根本性问题 所以现在任何要罢免哪个领导人 要怎么更换党内的领导 它都是治标不治本 只有彻底的把共产党推倒 把共产党的制度颠覆 让人民走上一个真正人民一人一票选举的制度 才是我们追求的光明大道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